我们持续来看到中华队日前为台湾是摘下了棒球史上的首座世界冠军 作为队长的陈杰倩功不可没 人气也大幅的上升 那么其实陈杰倩她的个性是相当的活泼 有网友就翻出了她两年前曾经在节目上搞笑 扮成了美少女战士 模样逗趣又可爱 众人就纷纷笑翻了说这个是杰倩的黑历史 还有人问说为什么要这样子玩世界MVP呢 好至于啊在我们夺冠的那一瞬间呢 好其实呢日本他们是会有准备这个1000瓶的香槟 是要给这个获胜的队伍 那么总教练曾豪居他就说了出于对对手主场的尊重 所以选择婉拒这个举动是感受感动了不少的日本网友 至于这些香槟他们最后到底去哪里了呢 好中华队其实只有带走了其中的100瓶到庆功宴畅饮 由于数量过多并没有全部都喝完 那有选手是把剩下的香槟带回饭店要继续的来庆祝 好那在接机的时候啊这个免税店采蒙的黄金制乱争议 好现在是再被立委王红威踢爆了 说深恒昌还有采蒙在2018年8月取得了桃园机场 第二航下CD区的免税店招标案 好经营期间是12年并且是延长3年 但是淘姬却对深恒昌还有采蒙免税店各予以延长10年4个月和9年4个月 在没有重新公开招标的情况之下 深恒昌还有采蒙是无条件再取得一标案 长达25年的时间 那由同一间公司把持机场免税店 王红威就批评了这根本就是霸王条款 除了采蒙现在道歉 而且呢现在淘姬要给他罚款之外 其实他在淘姬里面的25年的霸王条款又在被提起 事实上我在去年就成绩质疑 采蒙他当时事实上在取得淘姬的合约就已经长达12年之久 但是呢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又可以延长3年4个月 不过呢采蒙显然还不以此为满足 又以所谓的促餐条例再继续的申请延长 而这一下子淘姬竟然又在给他们9年4个月之久 所以从最早的12年到3年4个月到后来的9年4个月 整个采蒙在桃圆机场的合约长达25年之久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霸王条约 可以1000签到四分之一个世纪这么长 所以确实采蒙在桃圆机场已经拥有相当的特权 我今天在立法院执询的时候就要求淘姬 不能够以这个所谓的他的合约到2040年的4月 然后完全就要让他继续的照着合约走 那么桃圆机场总经理也承诺必须要重新的解讨 在合约里面是不是他在公共服务 事实上是不合格的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系列 它添加五种EGF 专门防止肌肤老化 强化皮肤修复 增加肌肤弹性水嫩 轻松扶平皱纹 换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ce 皇家颜值逆时奇迹 虎夫录 全修精华 精华生 即刻启动动力密码 任何事合 ко мне 儿就通过来 杨并刚刚刚才 charge 伤极团 通过来 颁务 有 白 这两个车